这是我第一次投票 而且投的还是总统 四年一次选举嘛 我女儿回来 报学回来问我说 妈妈 你要选谁 会因为自己是台湾人 感到骄傲 大家好 我是杰妮爱之锅 我感冒了 今年第一次感冒 终于也没挨过 最近感冒的人太多了 我们家那两个也感冒了 然后我也跟着中标了 但是呢 我想说的事情是 我今天好幸运了 因为一大早就收到了 阿姨她们 姐夫她们送来的菜 还有 不仅有生的菜 还有煮熟的菜 我现在正在吃我的早餐 对 没错 就是中午的十二点的时候 我正在吃着我的早餐 嗯嗯 就是这个菜 我好喜欢吃这个菜呀 这个就是芦笋 是芦笋吗 不是芦笋 这个芦笋 还有这个菜头 大头菜 嗯 我好爱呀 我最爱这个 而且炒的特别好吃 好配饭啊 真的今天太幸福了 嗯 好好吃啊 再过两天呢 又要选举了 我到现在还不是不知道要选谁 然后呢 最近也收到了选举送来的单子 一张红丹丹 到时候呢 我会带着红丹丹 还有我的印章 还有我的身份证去投票 嗯 想想就还蛮激动的 今天应该没有时间去看医生了 嗯 因为待会我会把女儿 因为今天是女儿的同乐会 因为期末考今天是最后一天 天哪好快呀 我怎么就期末考了 期末考完之后 再读一两个礼拜的书就放假了 放假了之后 就马上迎来了寒假 寒假还没几天就要过年了 唉 这一天天冷 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时间过得快是一回事 但是呢 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做 在摆忙中 我还做了这件事 也是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菜 你们有人见过这个菜吗 大头菜 这也叫大头菜 然后呢把它切成了这样 就是把它先 全部杀过一遍 就是又把皮削了之后 然后把它切成片 然后用盐让它先杀一杀 去去水 完了之后差不多腌个 七七四十九 没有 差不多腌个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然后就拿那个 辣椒啊 干辣椒粉 然后再蒜头 生姜 这些给它再 这样子 愿意腌就能吃了 这辣椒我们家现在没有 我已经跟我朋友借了 有借不滑的那种 因为前几天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说他爸 给他从四川寄来了 超级无敌辣的辣椒粉 然后呢给我们那天 我当场做了一些小菜 然后我吃了觉得很好吃 我就跟他说 待会我去你家拿一点辣椒粉 他说好的好的 刚好我们都住在附近 然后又都认识 然后又都是从家里边那边嫁过来 我觉得真的很多 我们经常会分享一些这些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好好玩 好幸福 然后说到投票这件事情 嗯 这是我第一次投票 而且投的还是总统 感觉好荣幸哦 好激动 很大时间有这种我影片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嗯 我跟大家说我要静下心来 好好看一看这三位总统的候选人 听听看看他们的证件 嗯然后再确定要投给谁 然后呢你们知道吗 我居然看 看一位候选人的证件发表 看到流眼泪 莫名其妙流眼泪 我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是个爱哭包 但是呢 但是呢我为什么会因为这个事情流眼泪呢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莫名其妙的 嗯我事后我想一想也许是 是真的 嗯 嗯 嗯 被他说的内容比感染到了吧 嗯 也许我哭的是 很感叹台湾的现今的来自不利的这个自由民主的投票权利 也许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 也许就是一些些原因吧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绪啊 但是我觉得当时我自己都被自己吓到了 真的太莫名其妙了 那我老公又说 我生病都没哭 对于这次选举投票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其实还不是蛮慎重的 因为我觉得光看影片 光自己在家里面做功课是不行的 所以呢我有通过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 去外面就是坐车啊 通过跟别人的交流 然后呢我发现说 有一些人是选 好友谊的 因为他们是懒的 深懒 有一些人是选耐清德的 因为是绿 深绿 然后呢有一些人是选柯文哲的 因为柯文哲真的是嘴巴很会讲很厉害 嗯 通过大家对三位候选人的一些评价 然后我综合了一下 嗯 各有优点吧 但是呢对于我这种就是新住民来台湾才呆十年的这一种 也没有经历过台湾刚开始的一些政治的环境 所以呢我真的不知道去到底去选谁 而且有些时候候选人说的东西 他就是你说了他的他说了他的证件 那他真的都一定做到了吗 会做到吗 王选率是多少呢 对因为是四年一次选举嘛 很多人我问过很多人都说 那就选你喜欢的 那如果说选到不是很满意的 没关系也就四年而已 可是我想想说 四年啊人生有多少个四年呢 对吧 因为我是在台湾这边定居 长期永久定居 然后我在这边也有小孩 所以我希望说台湾会越来越好 也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在台湾这个环境 越来越好 越来越适应 然后呢走到国外去的时候呢 会因为自己是台湾能够感到骄傲 所以呢我就真的是 非常的丑促 非常的慎重 到底该选谁呢 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很难很难抉择的事情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上位候选人 他们其实都是 嗯 都是有各有优缺点的 对 就好比我女儿回来 放学回来问我说 妈妈你要选谁 然后我说 你说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呢 他说不是要选举了吗 我说你怎么知道呀 他说对呀我就是知道呀 我想说应该是同学跟同学之间会聊天吧 嗯 那小孩子都知道 选谁呢 我真的还没有决定好耶 真的还没决定好 因为我是一个选择困难户 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吗 因为我不是生男也不是生绿 然后我也没有参与过台湾之前的一些政治环境因素 所以我对台湾的历史其实没有特别的了解 那为什么会走向今天 其实我知道会 我知道是因为很多很多的人牺牲然后才有了今天 但是呢 因为我本人没有亲自的在深刻的体验所以呢 还是半懂不懂中 虽然之前我在大陆的时候 对于选举其实 就是 轮不到我们选吧 轮不到我们选 就是说还是一个 还是一张白纸吧 对 因为不懂里面的厉害关系 也不懂也不懂里面的一些什么的操作 所以呢 嗯 好纠结啊 然后有粉丝跟我说 那如果你实在不知道选谁 那你觉得你现在过得不错 那你就投现在的党啊 或者是说 你是在海中市 那你海中市的市长是卢秀燕 那卢秀燕 是什么党 那你就投什么党呗 可是我们不是那个候选人吗 可是我们不是看候选人的政界吗 他之后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选他嘛 对啊 那说到这里呢 粉丝肯定可以问我说 那你家里的人选谁啊 那你就跟着选呗 说到这里呢 我不得不又提一下 台湾真的很民主 因为家人不会干涉我的选票 所以他们说你想选谁 你就选谁 我就选谁 所以呢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要选谁 但是呢我心里面大概有一个轮廓 最后呢我到底要选谁 嗯 只有等到我盖帐的时候才知道到底是谁吧 因为我是一个还蛮会改变想法的人 也许当天有某些事情出动到我就改了 好了我先上班 哎 你来啦 话说到一半一刻了又来了 然后呢我现在我只能在外面讲了 怕吵到他们吃饭 那就来个结束吧 结束最重要的总结就是 呃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包括像我这种 就是还在犹豫中的 还在纠结中的 还在不安就是 还在兴奋和不安 也不知道是啥感觉的 就是 就是一定要去投就对了 对 毕竟 因为民主自由来之不易 难得有一个可以自主选择的权利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选对了还是选错了 那都要自己去承担 嗯勇敢的去投 勇敢的投下去吧 对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投 不要弃跳 不要弃跳 好了那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都能够 投到自己心中想要投的 如果没有投中也没关系 还有下一个试念 好